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音响里忽然传来了王大娘的声音 紧接着灯泡忽然灭了 然后王大娘出现 扑向了自己的老姐妹大嚼神 接着画面一转 女主出现了 原来以上的内容是女主写的恐怖小说里的情节 不过从这段混搭的片段里也可以看出 女主的小说实在是没什么新意 这时女主的老公小帅走来 叫女主表达了关心 并献上了热闻 而且还转达了老母亲想要早点抱孙子的愿望 但女主却说自己签约了一家公司 要给人家写一部关于古窑村的恐怖小说 可现在的自己是一点灵感都没有 急需要到废弃的古窑村过上一夜 体验一下生活 男主当然是不愿意 那个鬼地方白天去都渗得慌 更别说是过夜了 可女主却说如果小帅不陪他去 那就是不爱他 如果陪他去 回来就给小帅生猴子 好吧 看在猴子的面子上 画面就一转 两人就上路了 为了壮胆 小帅还邀请了四个好朋友 他们分别是风骚姐 阴冷哥 短发妹和大郎 其中风骚姐和阴冷哥是一对新婚夫妻 但阴冷哥是人如其名 一路上不咋说话 只是眼神阴冷的看着大家 还趁短发妹不注意时 藏起了人家的私心 不知道是有什么变态的想法 小矮人大郎则正在追求短发妹 不过短发妹自然是看不上大郎 对大郎一个劲的献殷勤 表示极大的反感 就这样 这么个莫名其妙的组合 一路开车从北京过了山西 然后来到了陕北 在临近中午时 他们来到了一个摇动主题的农家乐 大家吃喝一通后就开始午睡 过了一会儿 女主感觉房间里有声音 起身查看 结果看到小帅蹊跷流血的站在她的面前 女主尖叫一声醒了过来 原来只是一个梦 大家一路上太累了 这一觉就睡到了傍晚时分 于是大家都说 先住一晚明天再走 但作死的女主却非逼着大家 连夜要赶到古摇村 也不知道他们为啥都要听女主的 可能是女主出了经费 总之几人士虽然不愿意 但还是跟着上路了 山路崎岖 天色昏暗 其他几人都在车上睡着了 只有小帅还强打着精神开着车 此时女主撒娇的说道 老公辛苦了 来搏一个 小帅也是心灵神会 透过去亲了一个 结果就这一刹那的功夫 前方突然来了一辆大车 小帅一个急打方向和大车插身而过 大家也都被惊醒了 女主和小帅也不敢掉以轻心 小心翼翼的将车开到了目的地 这里果然看起来很阴森 他们一路辗转 来到了一个破窑洞前 这里就是女主小说中王大娘的家 看大家都在犹豫的功夫 阴冷哥一脚踹开了门走了进去 其他人也就跟了进去 结果迎面就看到了墙上 挂着王大娘的遗像 而更诡异的是 照片中的王大娘 似乎朝着大家笑了一下 女主还想细看 忽然一向从墙上掉落 紧接着窑洞开始剧烈的晃动 不一会儿就塌了 女主尖叫一声 回过了神 原来刚才的一切都只是幻想 他们此时还站在门口没有进去 一冷哥要踹门而入 女主拦住了他 说自己有预感这窑洞会塌 咱们所有的人都会死在里面 就在大家嘲笑女主是乌鸦嘴胆小鬼的时候 窑洞真的塌了 这个情景大家是不是很熟悉呀 这不就是死神来了的套路 女主的小伙伴们估计是也想到了这个 所以有些担心 会不会只是侥幸逃生 最后还会像电影里那样被死神要了命 按道理说都已经这样了 那就赶紧回城吧 但情况大家也是知道的 恐怖电影里的作死只是个起点 接着大家又选了一处废弃的窑洞 准备在这里落脚 这里虽然不像刚才那个院子那样破败 但恐怖的是 堂屋里居然有一口鲜红的棺材 大家对女主又是一通劝说 自然是又不管用 而且女主还自告奋勇 要自己一个人一肩 说这样写出来东西才有感觉 并坚决不让小帅陪伴 而大家再次听了女主的话 各自找窑洞睡觉去了 画面一转 阴冷哥和风骚姐倒是不挑地方 轰轰烈烈的在炕上来了场 掏歌不可描述 你们还想知道 国产还离不了的事情 两人结束以后就开始聊天 聊着聊着 两人就因为房产的事闹急眼了 吵了起来 而另一边 大郎守在短发妹的窑洞前 甘心当舔狗 倒也是相安无事 只是可怜的小帅 本来有家有事的 却只能一个人在车里睡觉 到了半夜时分 女主这边正专心写作 忽然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开门一看是阴冷哥 他神色慌张的说 这里闹鬼了 而且风骚姐失踪了 其他人听到动静 也赶到了女主这里 大家决定分头行动去寻找风骚姐 接着小帅悄悄的告诉女主 自己感觉阴冷哥有些不对劲 他说分头寻找的时候 居然拿上了行李 分明是想逃跑 说不定风骚姐已经是遇害了 女主劝小帅不要胡思乱想 阴冷哥哪有那么坏 结果话音未落 就听到了短发妹的尖叫声 两人寻着声音来到了堂屋 大郎和短发妹惊恐的说 他们在堂屋的棺材里 发现了风骚姐的尸体 看起来像是被勒死的 小帅一听斩惊解铁的说 这肯定是阴冷哥干的 现在我们去看看尸体 拍照固定证据 然而当他们打开棺材时 看到的却是阴冷哥的尸体 这又是怎么回事 难道风骚姐变成了鬼魂寻仇了吗 此地不亦久留 得赶紧离开 大家赶紧就往车里跑 但女主却停下了脚步 说自己辛辛苦苦写的小说 还在窑洞里 得回去拿 小帅又不过女主 只好随她去 可等了好久 也不见女主回来 接着小帅让大郎和短发妹先上车 自己去找女主 结果却发现 女主偷偷的在本子上记录着什么 小帅问女主在干嘛 女主也不说 小帅一把抢过了笔记本 结果看到上面写着 他们所有人的死法 其中风骚姐和阴冷哥的死 已经是应验 小帅则是会被勒死 大郎被酒瓶打死 短发妹则是掉下悬崖摔死 小帅质问女主 为什么要写这些 风骚姐和阴冷哥的死 是不是她干的 女主是坚决否认 小帅痛苦的说 女主真是个变态 为了写小说 居然要真的杀人 自己真是爱错了人 然后不由分说的 就将女主手脚捆绑 关在了窑洞里 而另一边 大郎去车外尿了一泡尿 回来却发现短发妹不见了 这时她听到了微弱的求救声 赶过去一看 短发妹竟然被阴冷哥 强行那个啥 原来阴冷哥喜欢上了短发妹 想要甩掉风骚姐 恰好她又偷看了女主写的小说 于是便按照小说的方法 掐死了风骚姐 为了洗清嫌疑 又把自己打伤 躺在了棺材里 接着大郎冲上去和阴冷哥搏斗 结果被阴冷哥一酒瓶给打死了 短发妹趁机逃跑 结果慌不择路 被逼下了山崖 紧接着阴冷哥又潜入了车里 想要勒死暗自伤神的小帅 结果此时女主挣脱了绳索 逃了出来 然后和掉落山崖的短发妹会合 打败了阴冷哥 救下了小帅 然而阴冷哥却不甘心失败 开车朝着他们冲了过来 女主又是一声尖叫醒了过来 发现自己躺在了医院 身上缠着绷带 这时她看到短发妹和阴冷哥走了进来 赶紧就让短发妹报警 说阴冷哥是杀风骚姐的凶手 没想到的是风骚姐也走进了病房 她居然没有死 好了 到了国产 必须得揭示真相的时候了 原来在他们去往古瑶村的路上 确确实实的出了车祸 小帅是当场死亡 大郎为了救短发妹也死了 阴冷哥和风骚姐夫妇 因为系了安全带 幸免于难 连根毛都没被伤着 至于后来发生的事 都是受伤昏迷的女主想象出来的 对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故事到此结束 看了本篇 涛哥就不说啥了 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 为了大家的安全 请您开车不亲嘴 亲嘴不开车 当然别忘了系安全带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给涛哥点赞和转发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涛哥 最后当然也别忘了点个关注 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恐怖电影 ätamen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